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说浙江队在比赛当中也发挥的不错 浙江队最近几年也是势头很猛 最终浙江女团也是历史上获得了第二个冠军 当然最后北京队也是下得不好 本来由唐丹和刘欢还有王子涵三个人组成的北京威凯监设队 前六轮都一直率先 这一场棋应该说是北京队和浙江队打成了平局 唐丹把对手战胜了 然后我们第三台也是河北队的年轻小将 今年的借给我们使用 王子涵输给了唐丹 唐丹这次也打成了第三台 他们和女孩等级分道是差不多 对浙江队的这两年这近几年来吧 浙江队年轻棋手还是冲劲比较足的 然后他们几个可能综合来看还是唐思南最好 对唐思南 吴可欣还有陈清廷 他们三个棋手风格就是各有千秋吧 不过他们整体来讲现在已经是我们女子组的中间力量 对 他们三个应该说水平比较齐整 对 那么这一次浙江队也是获得了历史上第二个女团的冠军 在上一次是由这个浙江队和这个吴可欣两个人获得的 对 那么这一次应该说这个唐思南这个下的第三台 应该说也升率比较高 当然他这个水平呢应该是下第一台的 对 马上进三一走 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三台棋呢 女子他三台水平都不错 他就可以容易变化了 本局呢唐思南直红先走对阵王子涵走的是骑兵过河区 双方进骑兵 他走这个跳马 这个这种棋的开局应该是也是唐思南比较擅长的一个棋 看他也下了好几盘这种对军 这种棋呢就是往往形成这个中局非常激烈的变化 对 走到这儿呢 黑方呢从棋理上来讲 合理的只有两种走法 一种呢就是向他进行补一个项 然后等待红方选择 对 红方有多种选择 有过河区啊 巡派炮啊 还有五九炮都可以 当然也有很多机体的变化啊 另外一路变化就是本局当中这个发生的 黑方走炮人寺 形成典型的著名便利 双炮过河 红方兵武级 对 之后黑方在 炮瓦金寺 这个布局呢 是在四五十年代就非常有限 啊 现在有这个七八十年了 现在依旧这个走的很多 对 在解放初期啊 在这个也走的很多 但是那个时候的认识呢 不太一样 因为这个棋呢 就是黑方 往往啊 这个炮瓦金寺 再炮瓦金寺 这个两个炮呢 都过河 对红方的这个子力呢 有比较大的压力 对 但这个棋局呢 最近这个三五年呢 应该还是 就时不常就 棋手们就从里边呢 发掘一些这个新的这个变化 再开发一下 再开发一下 当然呢 这个随着这个不断的 双方的 毛与盾呢 都是各自 毛是越来越尖 这个盾呢 也是越来越坚实 应该说这个棋呢 还是双方都有个下 对 看谁的家庭作业 做得更好了 对 看谁这个事先的 这个准备更好 当然还有临场的这个应变 对 红方走到这儿 大多数呢 是两类走法 最多的是巨九近义 这在 起先呢 就走得比较多 巨九近义后 红方抛二平三 这双方就争先 红方再飞个边向 黑方再巨一平二 红方再巨九平六 那么以后呢 就是黑方有两个大类走法 一个是巨二近六 还有一个抛三平六 对 还有一个抛三平六 这两个变化呢 黑方都可以 对 双方呢 也都会有激烈的变化 巨二近六的意思就是 巨六金六 你在捉码呢 我就 气给你一瓦 但是让你这个巨呢 让路比较远 然后将来黑方 利用双冰双炮的 这个快速反击呢 来呢 这个给红方呢 施加这个压力 将来也能够多冰啊 或者有可能都会死 对 这个布局应该讲 双方都必须得实现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准备 则下起来应该是 就是说这个棋的唐弹的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棋比较复杂 临场如果你没有准备的话呢 可能呢就会 就只不如下到哪去了 对 就这个抛三平六也可以 它下不及准备 抛六金一 盯着这个打马 将来呢 就是有这些反击 这个棋红方又有冰武金一 又有俱乐金六 都有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今天不再多说了 就是给大家 说一下大致的这个变化 除了居酒金一以外呢 红方还有一路变好 冰武金一 就是最近 几年呢走得多一些 十两当中红方银 对 选择了冰武金一的走法 黑方是向三级五 红方在兵五平六 这个变化最早啊 是在啊 这个全国赛当中呢 有过出现啊 像这个五阳碑 还有这个六大华和红华呢 较量了一拍 但是后来呢 也没有引起大家呢 过多的重视 因为那个时候理论呢 觉得红方这个兵啊 走得不出太多 对 然后呢一旦呢 这个走不出旗呢 茫茫容易落后 那么这个旗就是 几乎被冷漠了很久 一段时间 那么后来 出现了这个 红河叛覆的这个思路 在这个2006年 07年联赛的时候呢 这个 红方呢 就是出现了这么一个攻防 这是由蒋川的这个创造的 这样啊 然后就是讲出这红志 他走了这么一个走法 当时呢 红志呢 是没有这个准备 时间又紧 红河叛覆的 双方尽叫嘛 对 那个时间特别短 对 时间短 根本来不及去想 这现在给你时间 你要是 没有那么高的水平 你这个棋都不知道 怎么回事 对 这这些的确是很复杂的局面 黑方十字进五 这个是正招 准备量居嘛 对 红方也选择不是 对 因为这个老谱呢 是走十字进五 柳大华跟那个谁的变化 就走十字进五 黑方走炮 二平三 然后红 马七进五 黑居 一平二 红 炮 八平七 黑方 去二进六 然后红方 由于这个中马 没有好位置了 对 他就 七子了 当然红华那个棋 也很有创造力 他把这个三兵的 这个突过去 他趴得平易 然后他就弃掉 最后这个棋 形成一个 各有固举 非常复杂的 这么一个局面 他好像又把七兵 还要冲过去了 这个我们小时候 都看过这个棋谱 应该很经典 这个在 这个红华和徐贤立老师 写的那个 红华杰作六十局当中呢 有过详细的这个评述 那个都是经典的 这个教材了 但是四次进五呢 大家感觉这个 这个闷工呢 还是威胁挺大的 所以蒋川呢 选择试六进五 这个也是蒋川最早呢 在这个比赛当中呢 这个下出来的 对红华 当时他也取得了胜利 对 当时红华我记得是走的 马七进六 跳马 然后他马三进五一队 他马六进一蹬 他拒二进二一掌 他拒八进四 后来红方走 破花瓶九 黑方怎么就是去简化 简化了 结果这个残局呢 这个出了一些故障 这个形势落后 当然说马七进六呢 也是有一些变化 后来有的棋手呢 又再度研究呢 对这个布局呢 还是进行了一个 比较深度的这个挖掘 就是这个时候跳马 对 也是一个选择 对 那红方呢 也得马三进 红方呢 这个时候选择也很多 对 他有冰柱进一的 有向七进九的 冰柱进一就是为了将来 能够据成他捉 反正呢 也是难说吧 就是说双方都能下 这个总体来看呢 红方这个 由于这个冰啊 走的步数比较多 黑方的事项呢 也可以巩固了 所以这个布局 双方的可选择性的 这个走法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也得 你特别有实力的人 才敢选择这种变化 对 不然的话 这个棋如果双方较劲 你没有对方实力强 你走这个棋呢 往往还凶多吉少 对 所以说或者说你特别有研究的这个选手 那么唐思南这两点都都占了 一个是在女子组第三胎当中 他这个对阵的这个 王子涵呢 是啊 这个河北邯郸的这个小将 对 这个今年呢 也是 也才14岁 商界到我们北京队 对啊 这个 但今年应该说 王子涵总体来讲 表现的还是不错 对 他也是女子 12岁组冠军吧 对 去年少年赛的 去年少年赛的冠军 对而且今年14岁 但是也是打过全国性的个人比赛 也是有一定的经验 嗯 当然唐思南的这个水平呢 明显还是比这些 嗯 出生牛犊 这个小小将呢 应该是明显要高 高一大块 对啊 是 那个唐思南那个水平呢 接近唐灾他们水平呢 去年那个 应该说很有希望 这个夺取个人冠军的 对 应该说是一流高手了 好 呃 其实也才18岁 应该说 两位骑手 也都是个人赛 就是前六名都已经拿过 对 前途还是很不错的 对 黑方选择的是 居平寺 强行这个出居 那么红方 马三进我 保住这个兵 然后黑方 既然选择了出居 对 他就说 你不能选择这种 失落性的对马呀 这个肯定会更加丢先 因为你对了马 他对了鞠 他马接近我 还是动摇不了 这个马兵的这个保护 对 所以实战也就 这个冲兵 七项 这个棋呢 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这个手段 对 以往来看呢 就是说 大家后来 就说的 在蒋川跟洪志 下完这个棋以后 这个这种走法呢 后来也多了起来 因为黑方呢 最早的一个思路呢 还是说 尽可能把思路鞠呢 杀出去 对 那怎么杀出去呢 那洪方这个双马连 潘德马 正好能控制 黑方这个鞠出不来 对 那黑方呢 就用这种 非常强硬的这个措施 就是祖三级 七一个象 来把这个鞠呢 杀出来 那么这个棋 也就是说 意味着 黑方这个气象 他将来这个鞠杀出来 能不能补偿 如果得不到 相应的补偿呢 那就吃亏了 如果黑方这个鞠杀出来 能够 有这个战术机会 那么黑方这种走法呢 就是可取的 洪方兵 七几一 这个哪个兵拱物很重要 肯定要兵七几一 因为继续要封鞠 黑方 再飞 这洪方也只能吃掉 对 黑方进鞠 这个地方呢 就是啊 双方呢 在中路呢 有一个激烈的争夺 对 洪方呢 这个马呢 暂时呢 也没有好地方去了 对 回去也不行 这季四平三太厉害 对 所以索性马五金 他有这么一个翘首 这个交换 对 也是争先 这个棋呢 就是说的洪方 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就是兵七几 对 下兵 这个棋 黑方呢 比较简洁的这个办法呢 就是最好的办法 就是马赛对四 先退马回来 对 因为黑方这个马呢 他将来还可以马四进五 你这个双炮打马呢 你没办法只能回来 黑方可以再压这个 这个马也挑不上去 对 所以说 这个棋 应该说黑方呢 就是一个非常 乐观的这个局面 对 所以洪方 不能走兵七 对 所以洪方呢 也不能马五退三 对 主要这个两个鞠 还都没出来呢 也不能失落 就跳上来 所以说洪方呢 根据这个当前的这个需要呢 他正好有这么一个巧招 他就是走马五金六 来巧对子 那黑方肯定马三进四了 然后洪方不用兵吃 然后他用马七进八 用这个马呢 去登居来正先 这个棋在前几年 我记得好像下额特别多 后来呢 这个双方呢 就是不断的加强 这个研究 逐步呢 找到了一些这个 比较正确的这个走法 因为最早我记得 有居次腿一 有居次平三 对 居次腿一 当然洪方马八进六 这个形式还是不错了 对 黑方呢 还有一个居次平三的这个走法 那好 这个 这个 呃 棋局呢 应该说是非常的复杂 这个我们呢 还要给大家呢 做一点布局的这个分析 那好 稍后呢 我们还会 继续给大家讲解 大家先休息一下 各位企友 欢迎您继续回来 黑方走居次平三以后呢 洪方呢 这个棋呢 他有一个比较凶的变化 他就是走马八进六 一蹬 然后黑方居三推二 洪方就马六进四 再往里跳 这个棋 如果你走 炮二平五 啊 你这个 他将来这个 有炮八平六这些先手 对 所以一般的来讲呢 就是走 绝对平六 然后洪方就 直接往里降 然后你电鞠 然后洪方走炮八平六 这个棋就是洪方啊 就是故意把这个马呢 跳到你的这个阵营里边去 然后去让你去吃 但是呢 黑方这个棋呢 就说由于这个速度上太满 对 吃了马反而麻烦 因为你现在不能吃马 吃马 他筋泡一打 是死鞠 这有个打鞠 对 那黑方一般会走炮二平五 洪方有什么手段呢 炮六斤六还是打你鞠 嗯 这个时候你不能走十五斤四 十五斤六 因为鞠九斤八以后 出鞠正好是三手 对 有这个吃鞠的这个手段 你这个马还吃不到 他只能落势 要吃马 洪方这个时候走炮六瓶九 那黑方也只能吃掉了 对 吃掉以后 洪方炮九急 黑方也只能支持 因为你上将的话 他鞠九瓶八 你那个鞠很危险 你再出将 他炮九推 把你那个鞠就打死 然后洪方再举一平八 这个局面呢 就是怎么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 就是说黑方虽然多一个子 但是黑方这个旗呢 比较危险 因为洪方呢 在左翼呢 他是相当于空门攻击 黑方已经不好守了 因为这里的手段呢 也比较多 包括将来洪方这个鞠浆 退鞠浆 还有什么砍炮 对 还有什么宋三兵 把你这个锁点打开 主要黑方是没有什么公式 对 少个子 但是子的位置比较差 对 所以说这一路变化呢 后来呢 这个旗手呢 又研究出来了 感觉黑方呢 这个比较吃力 如果这个 应对不好的话呢 这个旗就是很危险 那我们把这个 其中的一粒最主要的 也是最经典的变化呢 告诉大家 就是鞠子平三以后 洪方马发前六强硬跳马 洪方还是有优势了 对 所以说呢 这个鞠子平三这个走法呢 就是遭到了这个淘汰 鞠子队一也一样 洪方也马发前六 也是占优 因为你鞠子队一 往马发前六 你要各种炮 洪方可以炮八进七 这个再左翼呢 也是能够开展比较强的公式 对 因为这个马兵啊 它形成一个锁链 黑方将来出向呢 它接不上降力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黑方呢 就选择橘子平七 这招七来看呢 是正确的 对 就是把这个兵呢 吃掉以后 将来能威胁洪方 右翼的这个 还是比较对头的走法 当然这个小将呢 可能对这个变化呢 他有一定的了解 但了解的不是很深 所以临场当中呢 他就会 这招不走错 下一招就翻 走了错了 对 因为这个棋 对 少一个像 还是有一定压力的 对 接下来 红方走冰七平六 对 这招棋呢 就是以往呢 出现过马八进六的走法 在比赛当中 那黑方正好有一个退炮 他是先手 对 好 这个棋就说 红方 就我们分析吧 就是第一个 他怕到平七 你怕不怕 如果你不怕的话呢 就是走向金金九 这也有人走出来 对 然后他打 然后吃狙 他把狙回去了 这个棋倒不一定敢打 打完了以后 红方这边的 这个动作太厉害 对 吃了一个狙 他具有平七以后 平兵什么的 对 中路还是挺凶的 但是黑方的这个时候呢 他也可以把狙呢 再回来 然后让狐方出狙 然后他将来 再跑铁拼骨 再灌中炮 对 然后你去 捉的时候 他这样做武器保住 这个棋 黑方将来马七 六 马六 这八路巨是活的 这个棋呢 还是一个对抗之势 双方互有顾忌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唐自然那下的就是 他比较有 有他的想法 他没有走马八进六 他走兵七平六了 这个棋应该说呢 就是一个在比赛当中呢 就比较少的人这么走 对 作为一个年轻小将呢 对他临场就是一个考验了 对 这个棋 就是黑方也 是怎么一个布局呢 这个兵七平六尺 对 一般感觉是马跳进去 马很火 这个唐南故意这么走呢 他里边呢 也有一定的玄机 对 果然这个小将呢 这个 王子凡就上当了 他还是用 老办法解决新问题 他还是走跑兵 结果这个棋 很快形势呢 就是 控制不住了 对 实际 就是说这个局面下 黑方可能 比较好的 要走 他物质上 主要是少了一个像 竹子呢 他多了一个 对 因为他中族是保留了 但是最主要怕 洪峰这个将来强烈的进攻 这个特别左翼啊 洪峰这个子力啊 囤积了三四个子力 另外加上这中炮 所以说黑方的局平三 是比较稳健的一个走法 将来可以像机的 一个是跑好退三 去打这个门工 对 再一个局八进五 或者足迹击衝过来 这都可以考虑的 看洪峰怎么走 应该是双方 这个都挺有压力的 会有顾忌 对 这个局面 那这个旗呢 临场呢 这个王思涵呢 他就选择了跑八退一 这个跑八退一呢 看起来也不错 对 就是你哪八进六了 我也可以跑八退一 这个我拿这个 就是配置比较低的电脑啊 就是去算一下 他也是提示走跑八退一 这样 所以说这个电脑有的时候呢 他既能帮助人呢 他也容易这个把你的 带到这个比较偏的这个局面 当中去 对 电脑的思路也并不是完全都是正确的 对 就是说这个软件 因为这个前不久这个 煤奇呢也是啊 这个出现了那个阿发稿 这个计算能力也很强大 但是说的可能 这个跟你的那个电脑的配置 这可能也很有关系啊 就说我们的爱好者呢 也很多时候问我们 就说这个电脑软件怎么用 用的好不好 实际这个东西应该是一分为二了 对 就说如果你过多的用软件呢 自己呢 可能就非议能力错了 另外呢 这个有的时候软件呢 也会他自己呢 有一些弱点啊 当你这个机器 你的那个计算的能力不够的时候啊 或者说你的软件是到晚的 不是正晚的 可能有一些啊 这个错误的时候呢 他也会犯一些 这个长远的错误 对 主要可能还要依靠自己的 这个一个形式判断 是 还要自己去分析这局面 这个其实走法对于 之后呢 最后回来呢 我们一分析这个棋 应该说是这个王子涵呢 就是对这个布局呢 这个啊 掌握的程度呢 深度不够 在个林场呢 他也没有想到那么远啊 他觉得这泡堆 这是个先手 他在自我的这个 对这个棋的理解当中呢 觉得这个 这个推炮很厉害 但实际上呢 这里边红方呢 也藏着很多棋 我们接着往下看 红方呢 就是 正中下滑 对 然后黑方走 继续管理自己思路 对 因为他退了炮 不走这也不行 对 然后红方拘久平息 这是一个杀棋 这个没有问题 黑方只能走 炮二平五 然后红方这个时候呢 他把拘呢 再撤回来 对 他就是明摆着 要棋一个拘 这个地方 黑方还没有敢打这个 如果打呢 打的话 他吃掉 再吃 就是可能他会先僵一军 对 黑方只能回 落室 他退居再捉 对 你只能 他可能跳马 跳马 他马 八尽九 对 这个航空 我记得 唐斯坦像甲 是赢的是一盘吧 对 好像有人下过这个武器 对 他可以僵 这有将军 只能上架 对 上来 对 跳马僵 只能出这边 他砍炮 对 江五瓶四 狙击平五 砍炮 他炮平了就杀了 对 只能出这边 这还可以登一将 登一将就不能再进来了 再进来 他马五退三一登 对 或者他狙点两将 狙点两将 马五退三一登 好像不太会下 对 黑方 这个就丢子了 对 他这只能上将 这时候红方有个巧招 可能出个将 对 红方就是这个棋 他可以守 对 你如果再去吃试 他这个狙点一将可以 这是还有屏 对 就是在吃试的话 这也是一个变化 狙点一将 可以马五退三 对 这个棋还挺巧的 点一将 就是说你这个狙最后 被迫得回撤 回撤 对 可以下降这个局面 登一将 你在下降也不行 他马上接二将 你再上去 他把你底下登了 对 你这个局总之得回撤 回撤以后 他支掉 再吃掉 那红方呢 这个有利 因为黑方老将不好 大子相同 对 这个棋还是挺有趣的 这个对杀的局面 他只能吃 支掉 一杀将 他在炮五瓶六 红方占有 就这个局面 其名朋友 可以自己去摆一摆这个棋 对 这个下降 最后还下降 击双炮 对击马炮的 这一个 一个对攻的一个局面 所以说这个棋呢 黑方也不能这么走 对 就正因为他这个 吃鞠的这个局面不行 所以他实战也没有这么选择 他可能也看到了这个 弃鞠的这个头发 毕竟你的右翼是空门啊 对 他炮二平五以后 他拒九平七 他拒二平一 他拒二平一 然后黑方向七进五 对 他就飞了个象 但这个棋也来不及了 红方就是如如无人之境 对 就是红方 你的象呢 你也没有地儿逃了 再逃到黑 红方再进马 马七七九就更厉害 对所以从这看出这个冰淇瓶六 吃马 所以黑方无奈 去作杀 红方就把七五等 因为这个棋他不是杀 他打枪已经他拒一吃 你砍中式 对 他可以出将 对 正好出将有个反杀 出将是反杀 所以这个棋呢 也就意味着黑方这个进攻速度啊 总是慢了这笔牌 他走十五进四 对 他先拦住 要不然我们给大家简单摆一下 这些 因为我怕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 觉得这个棋是不是大刀弯心呢 是的 是大刀弯心 他现在不支你 他出来这个棋麻烦 对 你也不敢吃居啊 吃居这是啥棋呢 反正你不吃居 他下部就吃你 对你居江上了 你吃这个居 他吃你这个居 最主要洪方有一个出将啊 对 这个他可以忍让 所以这个棋黑方没有办法 他只能再去防守 对 他得再防守 但洪方这速度就很快了 对 洪方就是 对 势如破竹 这个正好将的将军 然后这个地方呢 洪方的走的也很妙 对 他呢 这边也啊 仍然是不硬 对 这应该说唐四南都是提前准备好的 居一将 对 他只能上将 然后洪方有宾路级 这又是杀 这走的挺狠的 这是兵六级一杀旗 对 吃了居七平六 你还是打将 他吃你杀中士 他又出将 这是一样的啊 出将很关键 对不起 然后黑方只能十六近五 对 然后洪方呢 点一将先 下将 我们好 把双卖点 这个时候洪方呢 本来出一步将 也可以也在用 但是洪方可以 速战速决了 对 你现在打将我持狙 你杀中士 我还是出将 对 这个没办 黑方只能在十五近四 洪方 炮二平六 一将 黑方只能回市 然后这个时候洪方 狙七退五 就这个棋啊 最终啊 到棋局结束 黑方也没有机会去 炮打底下 持这个狙 对 洪方这个攻杀太紧凑了 走到这儿呢 黑方就 只能认负了 因为你上将 他狙一将一将 全把你拔掉了 这派应该说 这个唐自南 这个杀的也非常精彩 对 对这个棋啊 这个理解的 也恰到好处 当然说最后呢 这个最后一轮的比赛 北京威凯队呢 也是在战线的情况下 这个一台二台 刘欢和这个唐单呢 也都相继呢 输给了对手 所以最后 最终让浙江队的反超 浙江呢 得到了团体的 这也是第二座 这个金杯 那好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 也感谢我们 诸位其友的这个收看 也感谢大家关注 象棋比赛 好 朋友们再见 好 再见